我們在看漫畫還是打電話機 長先生 大丈夫嗎? 校園背景的故事 假裝喪屍 嘘!我還沒有女孩子的手掌握了 我們在玩的就是剛剛推出的造物法則 也是剛剛開遊戲的 大家就陪我們一起看漫畫 有一個握槍的女孩子 應該是女孩子救走了男孩子 可以抱高一點嗎? 真是很壞 沒錯,這次就跟大家玩這隻新出的造物法則 他說是一本可以玩的漫畫,究竟怎樣玩呢 我們先玩給大家看看 我們首先去到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個按鈕可以看漫畫 說得很明顯,每週五 逢星期五都會更新 很認真 不同有些遊戲說幾格就扮演自己是漫畫風格的遊戲 這隻真的是由漫畫來改變 所以這套漫畫有九十多畫 看看吧 看到造物法則漫畫連載有序 看到現在是98 剛才一開始有遊戲就是第一畫 可以看到嗎 可以看到這一格嗎 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在喪屍追的那裡 然後會有一個女孩子出來,救我們吧 這個,握槍的 不過我想看上一個序,我的序才是正的 你好像麥克風都熟了 哪裏有正的東西你都知道 想看正的東西,大家可以登入遊戲 逢星期五就看最新一畫 我們現在繼續和大家玩這隻遊戲 很快就打完第一張 看完第一張漫畫 各位盡快完成第一張 因為有一個後攻的計劃 我特意幫阿俊爭取 你知道阿俊沒有幾可 我們再打機吧 好啦,我們領取他 R的北國女王艾風 好啦,我們已經玩到第二張的第三格 順便說一下遊戲玩法給大家聽 我們入遊戲前就可以選一個同伴 接著就可以開始 而每一關的開始都會有些少故事去交代 剛剛故事就說到 我們的男主角耶北就向潘朵拉說自己擁有愛迪生的超能力 即是潘朵拉要找的人就是耶北 好,遊戲就很容易上手 我簡單講一下玩法 首先,角色分了近戰的坦和遠程攻擊的角色 我們要做的就是看時機放緩座 以及角色技能 在畫面下方 角色Icon上面有一條八死主角五字那條 就是我們的技能點數 角色Icon右上角有個數字 例如EG 就代表它的技能需要兩點技能點數 還有一個叫天賦技能就是右下角 剛剛放出來的末日烈焰 現在試試用主角耶北的技能 它的招技能可以令到敵方全體都暈倒了 每個角色他們有的技能都不同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就要了解角色技能的用法 再看時機放 我覺得一開始一定要集中連兩隻坦 因為當我們擋住在敵方的攻擊之後 我後面就可以全力進攻 遊戲難度就會相對低很多 打到這隻BOSS沒有難度 因為它很薄血很容易死 通常我都會留下天賦技能 右手邊群體治療那邊 打BOSS才用 這個技能很棒 因為當我們沒有血的時候 一按它就全部補滿 好,我們就繼續打BOSS 打出這個彈幕護體 呂王的防禦力就會高很多 可以撐住我前面的攻擊 好,完成 這樣就過關了 玩法就很簡單 順便看看故事 順便 只剩1%的能量 喂! 搞什麼? 突然在嘴巴 是不是這樣充電 我想問 但是它的眼神不同 那個女角這麼可愛 突然很可愛 喂!那個女角 剛才不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她突然純了 經過剛才嘴巴的劇情 女角變成了樣子 而且樣子純了很多 這些就是雙重性格 被你嘴巴了之後 就聞了很多 還有這裡看到女角的擺動 嘩!真是吸引死人 另外我留意到 右下角這個 這個迷人的三角 icon 哎呀 先按進去 換衣服 我看到其實阿俊 他的喜好大家都明白 本來是這件 正正常常 阿俊就換了這件 你你只有我 而且還有不同衣服 粉紅色也不太差 也是一樣的 零龍浮得 哇!這件 先看一下 剛剛現在是夏天 立刻上去游泳 這件可愛型 粉紅色也可以 差不多 你好像喜歡粉紅色 對 我們留意一下 什麼活動可以拿 這件 這件 都是可愛型 800轉就可以了 每件衣服都要看看有什麼特別之處 盡力換了這件 就是閃避加0.07% 還有天賦 戰鬥中的機率嚴重一名敵人 造成數秒持續的真實傷害 另外額外效果就是每天可以免費獲得兩次點金機會 先穿這件 暫時 我都滿意你這件衣服 好 我們進來這個潘朵拉之處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可以跟我們的潘朵拉互動 例如這樣 滴下她的肚子 這樣就可以增加這個潘朵拉的互動心情 草門還會有水晶獎勵 剛才我說坦要集中去升她 就是這個 北國王女艾風 大家看到 角色定位就是近戰和獄盾 他的被動技能是彈幕護體 就會放兵盾給自己 增加物防和魔礦 所以我就說一定要升近戰型 可以幫我們擋住 接著就是我們的 藍角 接著就是我們的男主角耶北 他的定位就是全屏打斷近戰輸出 都是一些最前排的角色 升高一點的話 他的生存能力就會高很多 之後我自己就很喜歡潘朵拉 他的定位是遠程攻擊和生命恢復 有他在這裡我們打起來就會舒服一點 在用天賦技能前 我都喜歡用他自己的技能 主動技去恢復生命 這一招超速再生 上面這裡我的伙伴 即是我們已經有的同伴 旁邊野生伙伴 就是還未有的 我們可以按進去看看 這些SSR 其實我自己都很想抽到 好,讓我再掃一掃蛇 到時候再抽 角色方面我們可以抽他們回來 又或者可以打一些碎片回來 譬如我們選了這個地獄龜萊類 這個角色 這裡有個前網莫德 大家可以看看 譬如你可以抽他 這裡寫足 商店買 又或者 你可以打番外的第六章第二節 又或者花外的第二十章第二節都可以 所以大家都有個目標可以儲一些角色 其實有上角圖鑑這裡都可以看到遊戲的角色 我們都是剛剛玩 所以角色都還沒齊 另外樓下都會有其他組別 再看這邊我想是超厲害的角色 希望大家努力一點 快點儲多一些角色 那我們就邊看漫畫邊玩這隻造物法則 喜歡的朋友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 有一個連結給大家下載 還有記住逢星期五進來看漫畫 好,今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謝謝,拜拜 最不要不斷摸潘朵拉專心打遊戲